二侯,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歇挂,就是我歇挂 这不,村里又有个老人要上沙 今天我们来挖一个归宿 动工之前,歇行沙个礼 无意冒犯,有事找老板 方位呢,是老板自己定的 我再行沙个礼 如果挖错了,就不要挂我啊 挖机的正前方那土堆,是两个月前我挖的 按照规矩,拿着女佑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到右边挖一个 先把挖机榨位的地方整平 这些影响挖机施工的数,我们就要把它推掉 然后再把这里整平,就可以了 接下来,东家要我把挖机开到这土堆的前面 让我在这坡上面挖一点土下来 东家跟我说,这里地势比较低 有一只下雨,积水很严重 让我挖一点土下来,把这土堆的四周 全部贴高一点 这样的话,以后下雨 这里就不会积水了 左边,今天要挖沙米沙的这里 也要把它贴高一点 先把上面的杂草清理掉 这些草和不干净的土,是不允许贴在上面的 只能贴下面这种干净的防土 现在大爷两边都比我贴的一样高了 他再也不用担心下雨的时候,有积水了 挖机对着两个桩,在空中挖一下 看有没有对质 我觉得挖机还要往左边一二十公分 所以我就在这边上又挖夸了一点 坐完这里,东家又跟我说 他老父亲那土堆踏了 让我在这里挖一点干净的土 帮他贴高一点 这个贴土我一巴不贴的 但是东家跟我说 是他阿扒我的 有时会找他,不会找我的 我就又行了沙哥里 真的是无意冒化 有时不要找我啊 阿扒东家的指示和左边平行 从这里挖下去 中间和他老父亲只留了三十公分 长度呢,挖两米四 夸度就是一斗夸八十公分 深度呢,那就不用他说 我也知道是三米沙 长河夸确定好之后 我们就只要一直往下面挖到三米沙就可以了 挖了几斗之后 总感觉这个挖朵一直在往右边撇 这样不行啊 等一下把右边那个挖出来了 所以我就把挖机左边下的轮子挖低一点 提到右边 这样挖应该就不会往右边撇了 其实往右边撇的主要原因还是 两个月前我在右边挖了一个 所以右边的土就是松的 而左边的土比较硬 挖机挖下去就会往松的那一边撇 哎,这个好像不能用尺之量的 他们又在用尺之量 现在我们放师傅下去 用锄头修一下 以前人工挖至少有八个人 现在只要有挖机在 基本上只要怕一个代表过来就行了 这师傅在下面修了二十多分钟 才挖了一点点 他说这个还是要我挖机挖 让我挖到沙米沙之后 他再下去修 他上来刚休息了一分钟 我又把它叫下去 用尺之量了一下 刚好沙米沙 老铁们跟随我的镜头 看挖得怎么样 就是这边上凸出来了一点 把这里修正一点就可以了 师傅这下不用尺之量了 拿棍子比了一下 长度和夸度都够了 最后用锄头 把底部全部整平就可以了 师傅说下面很冷 让我赶紧把它吊上来 这个沙米沙基本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左边 整平一块小地方 明天上沙到这里的时候 需要一个路脚点 这两棵树比较碍事 需要把它挖掉 这些树都是东家的 所以随便挖 最后只要把这里解大的整平一下就可以了 上来的这里 路也修一下 这棵树也碍事 也要把它挖掉 然后再把这些松土全部扫平 最后再用女大雷肥压一压 总共两个小时 这个活就干完了 说工 去东家那里去吃饭 最后 我希望这个月不要再有沙米沙 咦 大哥 这是怎么造型啊 打飞机吗 挺别致啊 真是不开挖机 只开那挖机 今天我们的精神是 把这些钢筋缝铁头块 装到车子上拉出去 司机大哥说 只要我能装上车 他就能够倒下来 所以我就给他装了堆接麻麻的一车 按照正常来说 十分钟左右 他就应该会回来 结果 我等了八个小时 还没看到他踪影 后来 他打电话给老板 说车子对着贴上了 老板就要我拖着挖机 去泄土厂救一下他 到了泄土厂 我看车子的这个情况 还不是太严重 只怪司机技术还是太年轻 他明明可以侧着把号门打开 撇撇要这样直接倒土 结果比这些钢筋水泥化 堵住号门就倒不出来了 我首先给司机说明 如果挖机在帮他挖的过程中 车子出现什么神话 不能挂我 毕竟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意料不到的 司机答应了我 我才帮他把后面的水泥化挖出来 其实主要就是这些钢筋 把号门挂住了 然后就全部堵在号门 造成货箱放不下来 货车司机刚才吓了一跳 现在根本就不敢动了 让我用挖机帮他把所有钢筋水泥化 全部挖出来 本来东家给他的运费是100亿车 东家不管泄土的地方 要司机自己去找 大事现在第一车就卸住了 我只要上了拖车的起步是400 司机就跟东家说 一人出一半 不然他就不拉了 因为这个泄土区 只有这个货车司机 才能到这里倒东西 这种借住垃圾 根本就找不到能够处理的地方 所以东家就答应了货车司机 一人出一半 我给他装着车 他倒不出来 我哈嘞又挣了他400 就很棒 不要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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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二号 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辣挖机 今天我们来给一个大叔 挖松一块土 他要种萝卜 我们福南已经连续两个都月没有下雨了 这个土都嘎成宽冒烟了 本来东家是打厦自己用土头挖的 但是白贴挖这么大太阳 贴气太热 所以只能早晨和晚上挖 挖了几个早晨 才挖了几个平方 挖又挖不进 人也累得不行 所以大叔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把我挖机叫过来给他挖 我问大叔挖了这个土 要种什么东西 他说他要种萝卜 我们这地方种的萝卜 可是瘸狗有名 以前牛爪下来 有一句古话叫 乔导河的萝卜 不放油 挂子夹起 两头牛 证明我们这边的土地 种的萝卜 确实好吃 说真的 如果挖机挖的土地拿来种萝卜 整块土地 萝卜的价值 还不够付挖机一把的费用 但是大叔说 虽然是亏的 可他绝对不会把土放毁掉 这么肥沃的土地 只要两三个月不种庄稼 他就会长满很多草 如果长满了杂草 以后更加拿得清理 所以还不如叫挖机来挖松一下 挖机挖 比自己的厨头挖的深一点 自己做的东西 吃起来又放心 又没有放毁土地 老铁们你们看 这是东家挖了几个早晨 就挖了那么一点点 他那一点点 对于我挖机来说 只要几秒钟就能够挖好 这就是机械的效率 本来我还想把土挖松之后 用挖斗帮他扫平 但是大叔跟我说 不要我扫平 就这样挖 他更好撕肥料 所以我就只要这样 把土挖松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 挖机挖土效率真的是快 一块两百多个平方的土地 十多分钟就挖好了 这个如果人工用锄头去挖 不知道要挖多久 东家说自己宁愿到外面去做一帖小工 把那天的工资来请挖机挖土 他还可以当一怀老板 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东家这么想 那我们挖机是不是就贴贴有事情干了 十多分钟就比我挖挖了 还可以吧 不得了 帮着忙啊 你这样上去要都 不得不得不得 不得了 你给做好就够了 不得不得不得 不得了 我就做了十多分钟事情 东家想拿沙白给我 我没有收他的 都是乡里宁亲 只要我能帮 我一定会帮 我陈师傅刚把挖机的时候 却是靠这些乡里邻居 照顾我生意 才有我今天 不要 不要 真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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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大叔看我没有收他沙白 他又来噎给我 我还是没要 既然做好人好事 就要做到底 老铁们 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 今天虽然我少挣了几本 但是我的生活多姿多彩